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汉字的临选活动 就开放让全民参与投选的 来到了10月今年就是最后一个季度 华总跟其他的联邦的单位将会继续举办年度汉字评选的活动 预料今年入围的汉字将会跟换政府的氛围是有关的 彰显的是我国61年来的重要时刻 那么这个年份今年2018年 其实应该没有比换政府更重要 更重大 更有历史意义的这个事情了 华总会长放电信就说 今年是首次迎来一甲之之后的政权轮廷 所以他就期盼说 今年的这个年度汉字的评选 能够代表出马来西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对新政府的一个期许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 那么今年的汉字 必定会跟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成绩有关 而这个成绩就是换政府 那么让我们来猜猜 很可能会入围的一些汉字吧 那么可能就是改 改变的改 换政府的换 那么编 然后新鲜的新 还有马 马是因为马哈迪93岁 而这些呢 都能够反映出2018年的重要事件 是 那志峰你会选什么字 如果是我选的话呢 我当然是选新 就是新政府 新气息 新也涵盖了改变的 更迭的这个意思 那么它浓缩的带出了 所有与更换改变更迭的 这个相关的信息 那么佩玲如果给你选的话 你会选什么字 我以为你会选换这个字 换啊 对因为换也挺有意思的 换没有太大的 你觉得新的格局比较大 新的话它就有一种 换然一新 它的这个层次会比换来得更高 了解 OK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方天兴也有指出 他说参与年度汉字的 如果你认为呢 只是华裔参与的话 那可能你就错了 因为现在呢 参与年度汉字的这个友族呢 其实有增长的趋势 那去年呢 就接到了近三万张的 这个友族的投票 那华总的这个汉字评选的 工委会呢 即自开始呢 就接受了 这一个汉字的提议 并且呢 将会在这一个月的28号呢 就会选出10个入围的汉字 那在经过了第二轮的这个筛选活动之后呢 最终将会在12月9号 将会揭晓今年度的汉字 那主办单位呢 是重邀所有的国人呢 就是参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那有意者呢 是可以透过登陆活动的官网 那你就可以提交 一到三个汉字进行投选 那么大马的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呢 是从七年前开始 所选出的汉呢 都能够代表当年的一个 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氛围 所以它是有代表性 同时也有这个说服力的 它贴近了大马的这个国情 我们来看一看 从第一届的这个 第一年的年度汉字 就是2011年选出来的是 转 转变的转 那个时候呢 是转来转去 转不出一个所以然 那么2012年的呢 是改 期待改变 期待更美好的一个未来 2013年呢 是账那个时候呢 百物账价 人民生活的非常苦 然后来到2014年呢 其实是带有一点 负面带有一点悲观的 就是航空的航 因为在2014年呢 马来西亚经历了两次的 这个空难 MH370 以及MH17 那么2015年呢 就是苦 生活压力太大 很苦闷 2016呢 经济负担很重 有没有 2016呢 哇 这个字呢 绝对你也一定有印象 说的就是贪 就是贪腐的贪啊 当然就不用解释太多了 就是贪腐事件 贪污的案件太多了 那2017年呢 说的就是路 那路其实有好几层的意思 包括说 哎路在哪里啊 人民呢 其实在等待大选 也等待新的一条路 那今年的5月9号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 民众呢 就是用选票 让国政下台 那换上的就是 以改革 打击贪腐形象的 这个西蒙执政嘛 那非常和平的 就完成了 马来西亚史上 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那不但呢 入主不成 其实呢也拿下了 我国多个州属的 这一个政权 那这是一个 非常有纪念性的日子 就像是蓝主编 刚刚说的 今年的这个汉子啊 必定呢 会围绕在509的大选 那么说起这个 年度汉制的这个由来呢 呃 其实听起来 也真的有点震撼 因为这项活动的起源 并非来自于 最多人使用汉制的 这个中国 而是来自日本 是在1995年 从日本汉制能力 鉴定协会主办的 这一个年度 是在汉制开始 而这个汉制呢 是从啊 年度汉制呢 是1995年开始之后呢 每一年呢 都会在日本 京都著名的 这个清水寺 由他们的这个 著子写下 清笔写下 那一年的这个汉制 然后挂在这个 寺庙当中 成立一年 之后呢 这个年度汉制的 这个风潮 才慢慢的转入 中华地区 比如有中国啊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甚至马来西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